在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被人类发明出来以前呢 大自然就已经拥有了很多了不起的科学家了 亚洲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附近千一曾经就说过 大自然深不可测 在科学的自然认识当中 对科学创新最有影响的就是直接的 如实的去认识自然 当我们走进大自然 总是会从中受到很多的启示 哪怕是一只小小的昆虫都暗藏玄机 比如白蚁 一只几毫米长的小虫子 竟然能够搭建出精巧绝伦 并带有通风系统的恒温恒湿的巢穴 蚂蚁是天生的建筑师 白蚁的建筑能力则更加的杰出 白蚁的生活范围占据地球陆地三分之二的面积 目前只有南极洲还未发现白蚁的踪迹 大部分白蚁都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但白蚁是洗温的昆虫 离开蚁穴的白蚁是很难长期生存的 所以蚁巢对白蚁的生存来说尤为重要 不同白蚁对驻草的选址和形式也是各不相同 蚁巢既有宽敞简约的大平层 也有功能齐全的稿楼大厂 房屋内部的功能划分也十分的讲究 有主卧 次卧 御营室 储藏室 甚至还有通风管道和墓穴 复杂的结构精巧的布局 这可一点都不比人类居住的条件要差 大部分白蚁巢都是隐藏在地下的 在我国云南 广西 海南等地区 白蚁还会搭建地上巢 这些蚁巢常常高于地面几十公分 甚至是树米 蚁巢外层还有厚厚的保护层 这是白蚁用唾液分泌物与土壤颗粒混合的天然建筑材料 风干以后非常坚硬 和人类制造的混凝土结构十分相似 除了材料独特 白蚁巢最让人碳围观止的功能 还是它的恒温恒湿系统 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的白蚁 其实并不喜欢那里的炎热 白天户外气温常常四十几摄氏度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昆虫 成千上万只群居的白蚁挤在一起 它们也热 所以实现室内恒温 就成了白蚁盖房子的刚需条件了 我们人类建造恒温房 是通过供暖制冷的技术达到效果的 而白蚁的恒温巢 使用的竟然还是我们人类最推崇的绿色能源 绝对做到了零污染零排放 白蚁槽在地上突出的部分 如同一座座小山丘 但白蚁却并不是生活在这儿的 它们的主要活动地点 是在土壤里面的地下宫殿 那既然用不到地上的部分 它们费那么大的劲 搭个几米高的房顶干什么呢 难道就是为了攀比谁家的别墅盖的高吗 其实白蚁可没有这么多的坏心思 地面上的蚁槽 其实是实现恒温的重要部分了 如果把蚁槽地上部分的小土丘 从中间抛开来看 你会看到里面的通道呈向上的树枝状 小土丘的中央有一个直通顶端的中央烟囱 烟囱两边遍布四通八达 却与外界隔绝的通风管道 白蚁巧妙地利用中央烟囱和通风管道 让蚁槽成为了一个被动的冷却系统 白天阳光暴晒是土丘 表面温度升高 通风管道中的空气受热上升 上升的热气流把中央烟囱里面的冷空气 向巢穴内部挤压 是蚁槽内部始终处于25到28摄氏度之间 坚硬的外壳还能够保持蚁槽内的湿度 白蚁甚至还利用排泄物在巢穴里面培养菌谱 富含各种氨基酸的菌谱 不仅是白蚁喜爱的食物 菌谱在代谢过程中还能够调节蚁槽内的温度和湿度 白蚁喜爱的脑袋究竟是怎么想出这么先进的建筑理念呢 这个呢就是自然的造化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跟着大自然的师傅开干就行了嘛 在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 世界上首个模仿白蚁槽实现自然通风冷却技术的建筑物就诞生了 建筑师米克皮尔斯在设计一座大型办公综合体东门中心时呢 就模仿白蚁槽设计了一套烟囱冷却系统 热空气通过建筑顶部的烟囱排出 风机抽取冷空气送至各层通风管道 由墙角处的风口呢进入各个办公室 这项设计使整座大楼在室外30摄氏度的天气里面 始终能够保持室内24到25摄氏度 同时减少了空调采购的费用 并大大节省了能源 东门中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建筑仿生学的应用案例 没想到吧 一只小小的白蚁竟然还能给人类带来如此大的启发 白蚁呢还有一个让人惊奇的特点啊 就是它小小的个头却拥有大大的力气 乙超在地下深度至少可以达到两三米 如果把同等的比例换成是人类的话 相当于人类在地下挖出了一个1000米深的宫殿啊 要知道地壳的厚度也就40公里左右 这可真是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挖着挖着就挖到了地脉啊 这显然是人类目前无法实现的 所以白蚁可不仅仅是大自然里面的建筑鬼才啊 超级大力士可能就是它对人类进行的下一个启发咯